黄河是中国的第二条大河 黄河发源于青海省八沿克拉山的北坡 经青海四川甘肃 临下内蒙古山西 陕西河南山东九个省 自治区流入渤海 全长5464公里 从地图上看黄河就像一条黄色的巨龙 飞腾在中国的北方 大家都知道黄河的水是黄色的 其实在黄河上游 河水是清澈的 黄河水被黄是在中游 中游地区是著名的黄土高原 奔腾的黄河把大量的黄土冲刷到河里 加上夏天暴雨的 沖河水就会变成黄色的泥流了 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一条河 平均每立方米的河 水含37公斤泥沙 过去流传的一碗水半碗泥的说法 形象的反映了黄河 含沙量之大 黄河每年要把大量泥沙带到下游 其中有四亿顿泥 沙沉积在河底 时间异常下游的水稻就 成为高出两岸地面的地上河 过去凶猛的黄河 常常冲破堤岸 造成水灾 1949年以前的 第几点 千年 黄河决体溃烂 一千五百多次 形成了三年两次绝口的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中国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治理 开发黄河的土地 在下游 记一下 黄河大体 引水灌溉农田 在上游造木种草 实现水土保持 在中上游 建立大型水利枢纽 和中小型的水电站 今天多灾多难的黄河 已经变成了巨大的变化 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是治理黄河的工作 仍然是很艰巨的 黄河是中华民主的摇篮 滚滚黄流的黄沙 带来了土地肥沃的平原 水草丰眉的牧场 很适合人类的农业 和畜牧业生产 中华民族的祖先 很早就在黄河流域生活了 陕西省南田县 在八十年前出现了原始人的足迹 西安半坡村遗址 是六千多年的母系世主的村落 中国人的祖先皇帝 生活和活动经历程 活动的地区也在黄河流域 古代在大多数时间里 黄河流域是中国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许多朝代的都城 如长安 安西 长安 洛城 洛城 咸阳 开封 安阳 都在黄河的身边 这些地方有数不清的名胜古迹 几千年来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 在黄河流域 在黄河流域创造了灿烂的历史和文化 这种创造仍然在继续中 中国十大名风景名胜 1985年中国旅游报 举办了中国十大风景名胜 一 万里长城 二 桂林山水 三 杭州西湖 四 北京故宫 五 苏州园林 六 安徽黄山 七 长江山峡 八 台湾日月潭 九 成德避暑山庄 十 秦德避暑山庄 十 秦德避暑山庄 零林兵马俑 除了这十个风景名胜 还有十一处风景名胜 得票也很高 他们是江苏无席太湖 甘肃敦煌墨高窟 北京英和沿 新疆东山天山 北京山东泰山 西藏拉萨布达拉宫 四川峨眉山 广西兆庆七星岩 江西庐山 陕西华山 贵州黄果树瀑布 列入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 名录的中国名胜景区 目前中国有十二个著名的风景名胜区 先后被联合国教科文主 列为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名录 著名文化遗产市长城 古宫 故宫天坦 婴儿园 敦煌石窟 秦始皇 黃陵 桌口殿的北京圆人遗址 自然遗产市 自然遗产市 武林圆 酒在沟 黃隆 文化 黄沿 此元 角色 零 洗澡 surrendered